非常希望可以為台灣奪牌 那我們也會盡我們所能 男雙組合林陽佩持續闖關 已經跨界連續10勝 但想要在奧運奪下金牌 的確沒那麼容易 因為四強又會碰上丹麥組合 其實對到他們一直以來 都非常不好打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 非常精彩的準備 因為他們的防守跟發揮 還有一些戰術的應用 非常的熟練 所以我們要小心 不要掉入他們的陷阱 下一仗的確不輕鬆 對上丹麥組合 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二 跟林陽佩在小組賽對決過一次 當時第一局21比15 但第二局就被對手收下 第三局21比15 苦戰了66分鐘才獲勝 當時王岐霖就說丹麥組合 發酬帶有很多旋轉 都在想要怎麼阻止 讓比賽好像心理戰 這樣才有機會壓制丹麥拳手 因為如果騎太多高球的話 對手就會很容易進空 巴黎奧運二度交手力平要收下勝利 闖金牌戰 另外在南丹賽事小天周天成 賽成也延後到台灣時間晚上11點35分 會對決世界排名22的印度拉克什亞 過去在印尼大失賽兩人交手過 周天成以2比1勝出 而這回一旦贏了就挺進四強超越個人奧運紀錄 羽球好手持續征戰 希望能站上奧運的頒獎台 再寫歷史新頁 TVBS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告 南上組合李陽 王岐霖 準備步入會場迎戰八強 但二邊都是其他國的應援生 雖然最後順利擊敗泰國組合闖進四強 只是比賽過程真的好吵 關鍵在隔壁場有地主對現場鼓咒吵雜聲很大 就好像在亞加達亞運遇上地主印尼 王岐霖賽後也開玩笑說 實在很想問能不能借抗噪耳機 聲音太大影響溝通跟氣勢 李陽說其實靠聽的可以判斷擊球方式 但八強賽完全聽不到球的聲音 四強賽又會再度強碰丹麥 擔心場邊又出現干擾 王岐霖就喊話下場算是歐洲主場 希望有多點人一起進來加油應援 只要有一半就贏了 我以前都跟麒麟講沒有確定只有實力 所以他們自己心裡的調適 包括對那種各種環境的那種調整 那是球員自己要去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 不只羽酬 周酬項目也是 小林同學男單八強賽碰到地主法國的勒布朗 場邊加油聲也很大 甚至連網球一姐謝淑薇在超級搶食階段 也是以大家給點加油聲 再後就透露 是因為有小孩哭聲才要改變節奏 畢竟台灣在奧運沒有主場優勢 只能盡速調整自我狀態 避免干擾 賽場上聲聲易勇 這幕感動了多少人 超越對手的關係 這是球後戴姿穎 和泰國選手伊瑟農真摯友情 結束女單項目 戴姿穎情緒沉澱 再次在社群吐露心聲 她說結束夢想中的舞台 怎麼撐到現在的我不知道 只想起受傷那天我哭得稀哩哗啦 一度想放棄自己 因為知道帶傷不會有好成績 最終我沒有放棄盡自己最大努力 現在想想如果就這樣放棄了我自己 那我會比現在還要難受 等小戴回台解釋透露 固定都會有家庭聚餐 想必家人的陪伴此刻更加重要 另一頭看到伊瑟農將繼續出戰 在這之前先發文記錄她和小戴的種種 短短一行話說她和戴姿穎 是不會逝去的友情 連帶PO出兩人場邊合照 戴姿穎開心比夜 笑容超級燦爛 甚至一同比了愛心 台灣網友留言 交給你拿冠軍了 這樣小戴就連兩屆只輸給冠軍 請她帶著小戴精神繼續拼下去 儘管是奧運最後一舞 球場上的每個精彩瞬間 都是無可取代 第一位新聞採訪團隊 法國巴黎唱不到 戴著藍色頭盔護具 仍蓋不住陳念琴發光 轉住眼神 快速搖閃移動 找到對手空隙敏捷出手 陳念琴在巴黎奧運 女子66公斤級16強賽 對戰大會第三種子 巴西好手33歲的桑托斯 開賽陳念琴就採用左右輪流 換戰架不斷搶分 第一回合5比0領先 第二回合持續穩定高輸出 開局前30秒都沒被擊中 後是不斷反擊 再以5比0拿下 第三回合陳念琴不讓對手 有更多機會進攻 最後再以5比0完勝巴西 第三種子晉級8強 至少無大桌的高手 都先拿掉了 那我們就更有機會了 那夢想還沒到手 就要努力 去年陳念琴成功抗癌 降量級後 首度參加大型國際賽會 在杭州養運奪得銅牌 這次力拼奧運金牌 賽後他也說 這一場對手非常強 我和教練一起去針對這個選手 打了一個很好的比賽 我們也做了很多功課 希望把所有力氣 準備在下一場 一場過了 我們就忘記了 我們要穩住 然後盡全力 迎接接下來的比賽 這次順利扣關8強 追平自己奧運最佳紀錄 下一站 將在4號晚上 對戰哈薩克好手 要帶著極佳狀態 聲浪林玉婷絲毫沒被影響 因為這恐怕是對手 真的很怕他 這樣我們都站出來要比賽 那其實這些風雨 當然我也可以理所當然的是 視為說可能是 對手可能會太怕 懼怕我們實力 所以就是拿一些 對毛病拿出來挑 就是做文章 面對鏡頭堅定回應 林玉婷已經到達巴黎 要迎接二號晚間首場戰役 她的社群媒體 早就山光 全心備戰 收到蠻多蠻多 就是親朋好友的私訊 那我也只想跟他們說 就是不用擔心我 我很好 國際奧委會也發聲明 要停止網路暴力 表示去年 國際拳擊學會IBA 在試錦賽 未經任何正當情緒狀況 突然取消他的資格 這決定是由IBA秘書長 兼執行長獨自做出 現在對於運動員的攻擊 完全是基於這種武斷的決定 但這決定 完全沒有任何正當程式 令挺林玉婷 體育署也出聲 儘管外頭風風雨雨 面對歧視言論網路霸凌 林玉婷仍勇敢地把質疑 化成力量全力奮戰 TVBS採訪團隊 法國巴黎採訪報導 奧運前線掌握最新賽況 惹血鏡頭五環戰場一把招 巴黎迎來第三次奧運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號 請鎖定TVBS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 巴黎奧演出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ixí決定 林玉江靖 巴黎奧運特派 unit expectancy 感谢观看